各位电解门各位家长 您到了我们四部查经法推广的事情 祝福这个课程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求求你看过这个课程 带领和帮助我们 是我们家庭能够感谢乐意 家长认识神的话语 用历史上面传承的 神经的教义 能够牧养我们的家庭 天父求祝灵明和看过我们 直到我们的软弱 直到我们不过是成土 成为别人的祝福 高费耶稣基督的名求 所谓教育就是 整本圣经看一处经文 上一回来我们没讲多少 我们讲了罗马书 八章第三世纪 这是经文老的第一句话 我之前我自己都查询过一遍 我们先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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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进入我们的敬拜状态 大家翻开四篇第四篇 王导 王导是大卫的王导 这种事物会让我们的孩子都会背下来 非常宝贵的 就是说记住图古圣先贤 他们十一天三次祷告 那一礼大卫早晨中午和早晨上午和黄昏三次祷告 你这样子比较好应对生活的挑战 不是训练游戏家庭早晨一次祷告 或者很难搞成 这是个人性的敬拜 个人性敬拜 家庭敬拜一般是两次 但是我做不到 我生命做不到 清教徒他们是两次 主日是两次 这是一个早岛一个晚岛 保证传扬你的声音 夜晚传扬你的声音 这本位也美好 视频第九十二篇告诉你 我这生命只能一次 我们上视频底 视频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便为羞辱要到几时难 你们喜爱虚妄寻朝虚假 要到几时难 要到几时难 你们要知道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已经 分别虔诚人对他自己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听我 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 病要输尽 病要输尽 当献上公义得及 你又当依靠耶和华 有许多人说 有许多人说 谁能指使我们什么好处 好好看 有许多人说 别不是好有许多人说 为了胜过那丰收不幸救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这个歌非常地美 是大卫走十指甲的路 被人家鄙视 被人家瞧不起 但是他坚信神的爱 他是敬虔的人 或者说他是追求敬虔的人 消防神的人 敬虔这个词语 是消防神的意思 高德里 消防神的意思 神必听他的祷告 他有一个确据的 什么确据的 晚上睡得着 晚上睡得着 为什么晚上睡得着呢 如果睡不着的原因 除了疾病以外的睡不着 我不说 正常情况下睡不着的原因 是因为心里头有很大的负担 压在心里头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前三四年睡不醒 后三四年睡不着 为什么呢 前三三四年都是反正所有本身的单子 不是父母在承担 父母替我们修房子 替父母替儿子去媳妇 父母打发嫁长女儿嫁出去 别吵吵吵吵吵吵 三四岁以后怎么办 自己的儿子也了 自己女儿 自己的儿女操心 自己的工作 上要哪下也想 父母要给我们养育 那你就睡不着了 基督徒为什么睡得着 基督徒没有特一个母 都没有特一个母 他等着焦脱以后 他相信他的祷告是垂直的 不是我们模棱两可 我们祷告了以后 只是一个迷信活动 或者是小信的状态 神会不会爱我 神会不会帮助我 他会听我的祷告 我是不是白祷告了 我是不是讲个大漠史的祷告好一点 不 因为我们是阴性成义 其实耶稣基督的死 使我们恢复了我们神的满身 又借着他的爱 复活了所谓的神 神的爱 圣灵在我们心里头 把神的爱 伏伏伏伏的交关在我们心里头 我们也被爱的确据 我们还做罪了的时候 有时就为我们死 这就是爱的确据 爱的确据不是我们 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今天既然个光头 我比较帅神就爱我 白天我很邋遢了 我像一个流浪汗眼 神就不爱我了 那神的爱跟我们世界上面的那个 酒店门口的保安有什么去 我从来体面一点 保安肌肉很好 直接带我 不是这样的 我这个事就是真的非常 我见电竞命人 有时候我唱视频 你会神的爱得着 明白神的心意 只能表扰 我们能带孩子 我最大的可能 叫他们唱视频 我谁能唱过一踏步 一踏步 我通过一下 银云细胞一盘 发进去 我们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我们现在进入到了 查论有效的教育部分 第三部分 教育部分 教育部分 是整本圣经 和一处经文的教训 教育 又叫神话语的规模 圣经的原话 金木台前书记的神话语的规模 一个规模 从整体上面看 规模就是从整体上面看 一串经文 我们今天有一些电影经文 很爱主 据我所知 有个教会有五个电影经文 他能够把那个圣经 就行约 背下来 也认不行 虽然我每天都在背 就是说 我都说是都背一点经文 我背到他那个程度 我就愿意 如果你后世教育怎么样 就只见树木不见生命 树木每一核数 你看得很清楚 他整本生命的你看不清楚 那就麻烦了 不然你只管教育 我一天到晚就教育 我们是改革政 规政 你不规政 我规政 我要批换你这个不规政 把你带到规政 好像很 但是没有神的话语 这就会怎么样 我觉得生活都没有信心 具体的生活 不知道怎么操作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 具体的生活环境 我们面对的艰难也是很具体的 夫妻吵架 孩子不听话 学习成绩很糟糕 单位同事关系不好 这个月经济比较亏 教会受到成绩 他这里定点 具体的 你们具体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你们有神的话语的带领 那个是 就靠去空洞的教育 你生命是没有生命的 不可能有生命的 上一回来我们想到了 神唯独对那些预定 对人生的人 才按照他的美意 在他所指定约纳的时候 借着他的道和领 道和圣灵 有效地呼召他们 下回来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查罗马学第八章 麻烦您查翻到罗马学第八章 我们讲了 帖撒罗尼教后书 二章一十三代世界 也就是说这个 预定得永生的过程 不是一个 我们前往不要搞成一个 宿命的 就是好像不知所措 我的孩子将来会不会得救呢 我应该怎么做呢 不知所措 或者说我老公 我怎样把他带到基督面前来呢 我爸爸妈妈怎么把他带到基督面前 有不知所措 这种听到你这个 我不听改革中 我还知道怎样传福音 我只能听到你这些教义以后 我就不知道怎么传福音的 反正在遇见了嘛 这样子就是 尤其是在他懒得教会里头 懒得基督徒 他不查考这些圣的话语 给电影几面就说 变成一个恐怖 变成个不知所措 守住无措 天上如一家后书 二章一十三道一十四节 告诉我们 上帝让我们得救 是借助他成文的圣道 借助圣灵的感动 因为圣道是神听道来的 他不是个玄乎的 那么我们就很简单了 我们就是把神的道 一个方面自己活出来 另一个方面呢 跟父母亲人传扬神的道 还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 很朴素的这种方式 很朴素的这种方式 保罗宣教也是这样子 保罗并没有 发生一个什么慈善的基督徒 还有半读大的学校 或者说半读大的医院 才把人带到新主医院 就是借助神的道和圣灵 在神所指定和越纳的时候 这个我们不知道 这种环境 我们就自管出发 自管为情人祷告 有效的护照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有效的护照 我们得救 我们如果您读完了罗马 就知道我们人来到基督面前 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拣选了 所以说什么叫无条件监选 无条件不是在逻辑上面 没有因果关系 而是说我们没有任何配得的条件 一定要读圣经 我们今天基督教社会 有一部分人 他就不指望读圣经 就想投机取巧 听别人讲道 读别人的神学书 然后来把握整个基督教信仰 这个是圆末求语 因为我们所有的道 都是从圣经来的 你不热爱读神的话语 那我们就会用两种方式寻求神 一个是我们堕落的理性 在知识分子当中 就是堕落用理性 读神学作品 读听唐成荣 或者某个牧师的讲道 来理解神 后来他们都是仆人 他们都应该是一位 我本人在里头 我跟我俄语讲 你们为什么每天早上 要起来读圣经 为什么每天要祷告 是因为你爸爸也是个罪人 是我们家的大罪人 你指望透过我 明白所有的真理 你是早死 你是原目求疑 有一句你会发现 爸爸越来越多的过发 未来越多的罪恶 我女人现在在这里 在听我讲 还这么多听我讲 你找我 你想透过我做总保 认识神 是吧 那是大错特错 你只能透过 你只能透过基督认识神 你只能透过圣经认识神 别人只是把你引入 引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个仆人 圣经的原话的比喻 街上有很多人 我们是勉强来到神的面前 邀请你来到神的面前 真是求你认识神 就这个意思 你如果对神的话 也不感兴趣 你的祷冠没兴趣 那你永永永远认识不了神 永永永远 因为神命定的方式 就是这样 我们一点就是比较好理解 无条件皆是我们身上 没有任何配得神 看上的原因 使我们得以成为意 这叫无条件 不是说没有逻辑上面 没有逻辑 反逻辑的 不明其妙的 无条件 不是 我以前跟大家讲 我都查过圣经经文了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兴趣 请圣经经文 我们今天也讲 有效的呼召 什么叫有效的呼召 什么叫有效 我们看罗马书 八章第三世纪 一点看回到圣经的原话 否则我们会产生 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我请林兰姊妹 读一下罗马书 八章三世纪 阿弥 我说八章三世纪 欲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阿弥 什么叫有效的呼召 就是说 你在传福音的过程 不是说不要传福音 不是说我们做懒汉 神的仆人 他会顺服神的心 就像我爱我妻子 他叫我去买一把葱回来 我肯定会去买 别的女人说 老肖帮我买两斤猪肉回来 对不起我今天上课比较忙 我就不会给他买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我老婆 对不对 我没有爱他 当然我也很尊敬他 可能是个邻居 我方便的话 我给你带两斤猪肉回来 你信得过我 我就给你带两斤猪肉 当我不方便的时候 对不起 我没这个业务 给你做这些事情 当我老婆吩咐我怎么的 我有这个业务 对不对 你不买小孩子 晚上吃啥 对不对 这就是 我们神的仆人去传福音 因为我们不是神的爱 是激励 但效果不取决于我们 效果取决于神的预定 我们只是认真地去传 什么神的身上会产生效果呢 罗马说八章三世纪 就是那些预定的神的额语 产生效果 不是预定的 我告诉你 你长到死 它不会死 那我们的态度呢 是不是传一下就不理了 我有个姐妹就问我 他说我老公 是不是预定不得救的 你看都十多年你来了 我讲什么 他都是顶撞 都顶坏了 嘲笑 他也看到过很多的见证 我们家神多小的孩子 都是人的保守 他在公职整员反备 我说姐妹 预定不预定 是个奥秘 你的和我的责任 就是为别人祷告 人家传福音 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刻为止 不要说预定 他得及或者不得及 这不是我们的事 这不关我们的事 有时候你觉得特别的严厉的赐责 你得 你不应该问 那两个人将来结局如何 关你什么事 与你何干 千万不要把上帝的主权 跟我们人的责任发生成土 不管你的事 你的责任就是如何根损主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 我们不介入上帝的主权的事情 我们是做好我们当今的本事 这是他十一章 罗马书十一章第七节 十一章第七节 十一章第七节 我请聊您 这个天子姐妹读一下好吗 罗马书十一章第七节 这是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 唯有盟拣选的人得着了 其余的就成了亡梗不化的 蛮好 碗梗不化 碗梗只能着脖子 一个人 脖子 利用武术的人告诉我 利用武术的一个弟兄告诉我 他是山东队 利用武术的弟兄 他告诉我 脖子欲粗的人越来打 你这个街上像我看那个比赛 你不要看他 观看他肌肉发达不发达 脖子欲粗的人越来打 他那个武术的能力就越强 反过来 我们称这个也是一样的 门拣选的人 两个人 一个人如果听到 听得越多 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他爱主越深 爱主越深 因为他知道是什么呢 神的爱在他 他爱神是什么意思 你看约翰一书就告诉我 爱神这个表现就是遵循他的旨意 顺他的旨意 因为上帝喜悦人认识他 不喜悦繁迹 上帝喜悦连续不喜欢即使 你爱神就是遵循他的话 你都认识他 他就心里得到满足 不喜欢你今天杀一只猪 明天在一只牛 那么呢 那么另外一种人呢 各位电子姐妹 反过来 他听到了越多 福音就越多 他怎么样呢 他的脖子就运异 还运抗打 还运厉害 你机能再发达 你打他两拳怎么样呢 没事呀 他撞得很 碗梗不化 我们以色列叫 叫额间舌印 你们是硬着脖子的 有时候旧约型的 那个以色列人的碗梗 你们是硬着脖子的人 就这个意思 他们就从碗梗不化 他听到了越多 他心里抵挡 他抵挡的能力就越强了 听到了越多 他还是不信 他抵挡的能力就越强 所以最可怕的 对白者传福音 就是成长于基督徒家庭里头 再给他传福音 传不进去了 传不进去了 如果他玩梗卑立的 因为你讲的这一套 他可能比你还挺 比如说你劝一个普通基督徒 姓主悔改的比较容易的 你劝传道人 悔改非常的难 为什么 他总的比你多 或者是至少不比你少 对不对 他脖子很粗了 是武林高手 抗打的 那这里是什么呢 当然他保罗 不光是称我刚才这个玩梗 他是指以色列人 他原话是指以色列人 实际上指以色列人 为什么被遗弃 他们从对耶稣基督 一旦不信耶稣基督 那么他的抵抗能力就非常强了 那这个上帝拣选一部分人和一切部分人 他是同时存在的 拣选和一切 前面有给大家讲过 谈到上帝的主权的时候 有效的恩兆 他只是个表述的不一样 有效的恩兆 又叫上帝的绝对主权 也在拣选那种 都是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比喻 上帝是不是能堕落的罪悦 是不是归在神的身上来 不是 因为拣选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上帝的责任 大家一人注意 拣选一个人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责任 按照公平的原则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该下地狱 因为我们原来先祖都是什么呢 挪亚的尽情的后裔 我们听过一样的词音 但是我们的先祖被逆使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是寒的后裔 有人认为是散的后裔 我的历史推出的是寒的后裔 那么这么生了 犹太人称我们新论人 生了就是寒的后裔 那么我们不要了 你不能怪神 不能怪神 是我们自取灭亡的 那么上帝拣选我们是恩典 打个比方来说 现在有一群乞丐 他们都会饿死 都会饿死的时候 有一个人提一桶走过来 就怎么走过来 然后靠他很近的 有一群乞丐的就看见了 看见了他就去了咬了一桶 我去干苦我不去 我不去喝 没有这种喝了 我年面有二十 我也不去喝那个粥 那么有一些人试试看一下 有人喝就喝 他保试试看了些 喝了真的有粥喝 这就喝了粥的人就保命了 这叫有效的 喝了粥就保命了 那不合作的人 是他自取灭亡 他成了被遗弃的人 就是这样的吗 完根了 不信了 是这样的 比如说有个类似的比喻 天国就像言喜 大家这比喻好听多了 比喻得好多了 是酒席 邀请客人怎么样呢 参加酒席 那么有一些人说怎么样 我要我刚刚结婚 有人说我买了点田地 我要去跟 主人就很生气 这些人都不配点受我的言喜 然后就扑扑扑了 在结构上面 看见就勉强能进来 勉强能进来以后 怎么样 都来了做了酒席 然后主人回来了 看到屋子里头这么多人 可是这是婚宴 你们为什么没有穿礼服呢 好 保拉西 没穿礼服就穿着 然后就宰了 所以门招的人 就说门 受呼召的人很多 门拣选的人很少 就是实际上的路很少 愿意穿白衣服的人很少 就是说有些的呼召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那么被遗弃的人 当然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活该的 上帝有什么责任 上帝的爱不完全吗 当然是很完全的 如果你不读圣经不了解 我们自己的处境了 我们站着一个很高的上帝 好像上帝欠我们的救恩一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 就可能不公平 比如说在座的这里是几个地上姐妹 是几个人加上我八个人 八个人你们七个人 七个人我每个人 你们七个人我每人欠你们五百块钱 但是当我有了钱的时候呢 我不还债 为了说我只还给林朗姊妹四百块 还给天资良音姊妹或者李姐妹 我还三百块 虽然我每个人欠你五百人民币 但是我只还他们三个人 那我公不公平 不公平对不对 你一样的借钱 你为什么不还 只还他们三个林朗姊妹 天资啊 李姐妹他们三个人 为什么不还别人呢 当然不公平 是不公平对不对 因为我一样的欠你们每个人五百块 我有钱了 为什么不还呢 为什么只还他们三个人 不公平 那么上帝的救恩不是这个 上帝不欠我们什么 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什么 按照公平的原则 我们都是应该下地狱的 上帝的救恩是恩典 救恩是恩典 我们是乞丐 他邀请我们去参加婚业 参加酒席 给我们粥喝 给我们肉喝 他可以给我们肉吃 也可以给我们米汤 也可以给我们白米饭 也可以给我们馒头 也可以给我们蒸茶 也可以给我们西茶 都是他的恩典 有些人蒙恩了 他是吃的是西茶 是美国的基督徒 有些人吃的是中茶 像我们这样是真正常的 有些人吃的是西饭 馒头 是底层社会的基督徒 有些人蒙昭怎么样呢 他吃的是大雨道路 他出生在哪里呢 他老爸是富二代 他们就不 就这种生活水平 他们都是基督徒嘛 是的 因为我们都是恩典 至于恩典 他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 他愿意赏吃肉就赏吃肉 愿意赏吃西饭就西饭 愿意请我们坐轿子 开车就开车 愿意我们坐豪宅就豪宅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我们除了罪恶是我们自己的以外 别的都不是我们的 千万不要把神人的位置摆错了 神不欠我们神 如果神欠我们 就刚才我最后一个比例 我欠你们每个人五百块钱 我有吃有喝 有钱的 就是我只还他们三个的 另外四个的 我就不理你们 那就不攻什么 为什么老乡 你都是一样的欠钱 为什么他们不还呢 我们看以夫手书 上回也读了一下 以夫手书 一章第十到十一节 上次是请时间读的 记得还请时间读的 我再请李姊妹读一下好吗 李姊妹 麻烦您读一下以夫手书 一章十到十一节好吗 好的 以夫手书一章十到十一节是吧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阿们 也就是说他追着那个果效 这个预定的果效 他预定的果效是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 在基督里的合一 最合一是什么 他们就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然后所安排的日期满足 日期什么事满足的 不知道 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 我们也在他们得了基业 这个基业就是耶稣基督生命本身 你虽然看不见 但是我们心里都知道 就是我们在纷乱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有平安 这基督 他随己意欲作万事 随己意就说神基业 就不是我们的意思 随己意作万事 他就说这个是个奥秘 也是他所预定的 这预定是个奥秘 特别是生命这点 是神在永世当中 他就预定好 只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只是有一天 我的同事给我传福音 那我就知道了 原来世界有福音这么一回事 我能够被听到福音 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努力的结果 我就去上班 看到我落落寡慌 问我要不要去参加 照会就聚会 干嘛不去 反正没事干 继续去了 这是神所预定的 是我们随己意作万事 我们不知道 如果说预定了以后 一加一点云 按我们就继续去套善 这个意思 是他们脱离与神 俱来的罪和死亡 借助耶稣基督们恩得救 与生俱来的罪和死亡 那我们知道 怎么知道 我们自己身上的罪和死亡呢 我们先看罗马书八章第二节 罗马书这卷是非常美的一卷书 罗马书八章第二节 八章第二节 秋帝先麻烦你读一下 八章第二节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最和死的律了 最和死的律 我们怎么在生活当中去经验这件事情 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愁苦 愁苦 因为十平十六平告诉我们 凡你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的愁苦必加重 愁苦必须 为什么呢 信靠神 饮受了恩典 财人 打个比方来说啊 那个哈纳 哈纳很愁苦 为什么他没有儿子啊 没有儿子 那个哈 另外一个对头啊 就这么嘲笑他啊 他丈夫呢 给他食物吃 解决不了 因为他不是称神来的恩典 他不是要的钱 他什么想要一个孩子啊 妈妈想要做妈妈 可是就没有 但是说啊 我有一个老公啊 不相当于你十个儿子嘛 另外一会是老公是老公 儿子是儿子 这条马戏嘛 对不对 所以说 他的愁苦啊 送过只能靠神的恩典来送过 那你生命当中没有恩典 就一定是愁苦的 我们啊 知道李白是吧 是什么 抽到断水水更流 举背交愁愁更愁 他是更直爽的人 所以说人生不 那个人生不如一子是什么呢 十有八九 这个梁启超先生讲的 人生不如一子是十有八九 为什么这十分之一呢 十分之一是你在消费的过程 能感到很快的 比如说你听说你儿子啊 考到北京大学 或者清华大学 你很开心 这个快乐是短暂的 就马上有些学费 对不对 马上是北京的开智啊 或者说啊 昨天啊 您先生啊 做生意啊 接了一个订单 五十万美金 可以赚百分之二十啊 就是十万人 十万美金啊 你就很开心啊 通过这十方法 买一套房子 就出手 后来可以啊 你就很开心 马上呢 又很悲伤 为什么 你订单要交货嘛 啊 要催得你什么呢 疯狂嘛 都在啊 客户打来订单啊 钱是赚到手了 但是很多劳苦的事情 你马上要去完成 不如意知识 一个是十有八九的 你活在愁苦当中 这是私人的啊 然后 你会感到死亡 或恐惧 每个人啊 死亡 死亡是 罪得代价啊 就是死 那一般人怎么 这太多了啊 尤其是上了二十岁以上的人啊 你就很快感觉到身体的衰了 我们说很难玩啊 二十岁 首先你感觉到你的记忆能力不如以前 是不是 满了二十岁以后 为什么二十岁的大脑就开始衰 除非那些专门操练记忆能力的人 像我经常喜欢被圣经的人 记忆能力你就感觉到慢一点 那么 这里方面 你到了三十五岁啊 你感觉你以前熬夜啊 熬一个童小 干什么事情 你不感觉疲劳 歇火就好了 你现在 你三十五岁你敢熬一次夜 你至少三天之内啊 你萎靡不整 为什么 你整个内障已经开始摔落了 这就慢慢的死 这叫慢死了 慢死了 你到了四十岁啊 就是说你以前是很强壮的人 你爬楼梯 你常跑 什么呢 你感觉你脚 越来越像灌了情也很重啊 有一天你发现 你那个啊 读小学的孩子 他跑路 你都赶不上他的 是不是这样子呢 因为死亡 替我们临近了 我们不是谈一个抽象的死亡啊 也是此时此刻 各位弟兄姐妹 你和我都可以摸到这死亡 这是罪的代价 再有一天 你走在街上 而且年轻人看到你 喊你叔叔阿姨 你原来以为应该叫你姐姐 或者什么哥哥的 对不对 人家叫你阿姨 或者叔叔了 再过一个轮回 人家见到你喊你爷爷奶奶了 你就知道死亡 以我们遇来遇尽了 但是基督徒不可能恐惧 他不愁苦了 他说人生以喜乐为主了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呢 慌慌喜喜的盼望神的人要 因为患难是忍耐 忍耐是老年 老年呢 什么盼望盼望也不至于此 羞耻 因为圣灵将神的爱 伏伏伏伏的交往在我们心里 不再惧怕死亡 不再有愁苦 当然也会有苦 也会疼痛 喜乐哀乐嘛 就人之常情 我们就是喜乐哀乐 人之常情肯定有的 但是不是那种愁苦 那种绝望无助的 没有出路的 那种抽烟 抽掉 马屋子 哎呦 马屋子淹的那种愁苦 这不是那种 我们过来哎呦 这怎么办呢 这小家伙 这么多调皮导弹 帮不他来 下次找我的方法 我们会有这些祷告 不想着急 但是不至于愁苦 神的恩典可以医治我 就像医治哈纳一样 恩典是哪里来的 神经耶稣基督的爱而来的 我们再看一首经文 以佛所说 以佛所说 二掌一到第五节 以佛所说 二掌一到五节 以佛所说 二掌一到第五节 好的 你们使在过犯这个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金色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自治 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未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括号 你们得就是本乎恩 阿们 什么意思 你没有任何自由意志的选择 也就是你和我都是死人 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 死人所讲道传福音 是跟对着死人讲 他能活过来 不是我们 是圣灵让他活过来 我们有些把自由意志当成自主 把自主当成 这两个词语在圣经里解释得非常好 自由和自主 我们每一个人是自主的 只要是活人都是自主的 怎么自主呢 你选择 可以选择住在什么呢 可以选择深圳打工 可以选择天津或者北京打工 北京上班 这个呢 自由呢 是什么意思 自由是 我们今天有一些人的自由主乱经是 自由是尼加书六章第八节的给予 就是了吗 简单的一句话 跟随神 或 跟随神的 意愿 或能力 你看米加书是什么 心公义 好灵灵 存千百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或者简单呢 与神同行的能力 这比较简单一点啊 与神同行 这样子 这叫自由啊 我们不要把自主变成 当作自由吧 自由当作自主 人 只要他是个活人 他也自主些 不要说人吧 我们一只猪 一只狗 他有自主的能力 对不对 狗你给他一盘肉 或者是一盘骨头 他可以选择 对吧 他可以选择骨头 对吧 他不会选择其他的东西 因为他喜欢吃骨头 那只鸟 他也是自主的 对不对 他可以录在书上面 他在天空中飞翔 这个 所有大自然界的生物 都有一点的自主性 人呢 给动物读了一个物性 在自主性方面 人比自主 动物呢 你读圣经的原话 人 动物读了 物性 他读了个物性是这个意思 自由是与神同行 心公义好灵敏 存千倍的心 与神同行 那么世界上面的自由呢 它是这样子 我给大家讲 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自由 中国文化的自由呢 叫做逍遥 逍遥快活 你看过那个西游记吗 孙悟空不死去自由 是什么意思 他不再逍遥快活了 压在那个五行三峡里 这逍遥 那么西方的自由呢 有两种 西方的自由是哪两种呢 一个是 为所 为所 我想做什么事情 我就能做什么事情 叫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 免于 言论的自由 还有呢 出版的自由 这就是为所欲 我想出版书 就能够出版书 我也想发出什么 就是言论 这叫为所 自律 为所 自律所为 就是我不想做 我不想吸烟 我就能做到不吸烟 我不能够 我想戒毒 为所 不为 不为所不为 就是自律所为 第一种呢 叫自由 积极的自由主义 这是积极的自由主义 在哲学方面 叫积极的自由主义 然后呢 就是康德啊 还有唐春龙啊 他们的自由啊 就是呢 消极的自由主义 或者叫古典自由主义 也叫古典自由主义 这个意思啊 他不是圣经里头的自由 圣经里头的自由 圣经里的自由是 密加书六章底八节 与生同行 那么堕落的自由 没有啊 品德高尚的人 可以做得很自律 比如说那个 有个店名称叫 何鱼燕 是吧 他 为了 怎么呢 为了演一个啊 警察啊 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很 发达肌肉男 还有日本的作家 那个 呃 叫什么 春呢 成爽成树啊 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 啊 怎么样呢 开始写文章啊 然后希望真的就读书 晚上呢 啊 几点钟睡觉 非常的准时 有些品德高啊 高尚的 或者说他 尤其是解放军 军人啊 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 非常自律的 那么你不是 你说他是自由的吗 不是 他是人世间叫自律啊 就自律性很强的啊 自律性很强的 自由是与神 我能够选择 与神同行 我也能够选择呢 悖逆神 这叫呢 与神啊 这叫自由 那一点区分呢 自主 是所有生物的特性啊 尤其是动物啊 尤其是动物啊 和人 有这种自主性啊 有点区分 区分 你要不能理解那个 那个 这个 以佛所说二章一到第五集啊 一到第五集啊 一到第五集 就是我们 原来就死在罪孽过程中 也就是说我们 如果没有神的救恩 我们都是死了一条 都是死了 没有 死了没有什么分别啊 都是一样的 不过是呢 有人是开着奔驰去死啊 你呢 和我呢 骑自行车去死啊 也有人呢 在酒地里头啊 去死 有一些人呢 就是抛死落活 不得好死 还是一个死 对不对 有一些人是病死啊 有一些人呢 喝酒 是醉死啊 醉什么人死啊 都是一死啊 正人呢 如果没有救恩 都是下来喝 那么现在福音 临到我们身上 是因为呢 圣灵的能力感动我们 是我们呢 曾经死里复活过来 一样的传福音 有一些人就愿意听 有些人就不愿意听 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不是我们的口才 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我身上 辩论也是这样的 是可而止啊 没必要死贪烂的 我只要我把真理 跟人家讲清楚了 我没必要耗费 大把的时间 跟人家去辩 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传扬神的道 那主耶稣不是 一天到晚之后 跟人家辩嘛 当然别的公寄福音 那我们应该回应 保罗在加拿大书 还有呢 哥伦多前书 都对那些公寄福音 对人进行有效的回应 但是博士一天到晚 专门回应这件事情 他也急着去传扬神的福音 那些人不理会保罗 保罗也没有住在家里 跟他听听辩论 那犹太人 他保罗来到罗马 就是犹太人传福音 犹太人怎么了 有些人不信 有些人就信了 那不信的人 保罗也没有天天跑到他们家 跟他辩论了 因为 因为人性的不是你保罗的宣教水平 那是圣典的感动 让人从死里活过来 否则我们就是对这一堆死人讲道 但是我们 那怎么说 就是层层死受的传扬神的福音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面 戴德森他们就是层层死的传 没有什么花样 当然戴德森他们的路线也有什么 有一些帮助 词汇方面的人 但是他只是也不办学校 他只是帮助了死治 认识圣经而已 不搞别的花样 传福音就不搞别的花样 我现在也是加入了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也希望给电影集围 一起热心传扬神的福音 没有别的 我没有加入那只搞文化使命的队伍 比如说搞什么医疗事工 还有什么教育事工 而传福音就是传福音 那不绕丸子 因为为什么不绕丸子 因为信任的人不是我们 信任的人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有什么口才 大家分享这一点就是 把这些经文运营到神中 有效的恩赵 神的能力叫人称私欲 没有什么就是自主是怎么自主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顺从自己的私欲 私欲跟大家讲一下 私欲分为两种 你怎么强着偏重的情感或 常下的感受 这是一种私欲 还有一种偏重理性 过来长久的熟火 打个比方来说 你不要以为世界上 也就是很高尚的 是 比如说他是国家领袖 他是雷锋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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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是按私欲办事 只是 他们比较理性 高了 长久的收获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叫做什么 留下一个 流芳百世 希望呢 怎么呢 民垂青史 他就 重视这个 名誉的收获 长久性的收获 子生后代 提起岳飞 或者提起文天祥 提起 你什么 摇头换脑的 自明得意的 对不对 我以前 我教书的一个孩子 笑笑文香天 我说 你是不是文天祥 是的 他们就是深圳 因为深圳那里 过去有一条 就是林丁阳 文家人 他就甚至有很多 深圳 广州这附近有一些姓文的 他们 据说是文天祥的后代 那这样子组成是怎么样 就很得意 就很得意 他长久的收获 就做生意 他做长久买卖的 那么有一些人 没有这么长久 就是当下 我要爽 我要赚钱 思域 就这两种区别 我们都是按照思域来松果 都是死在罪孽过犯的 没有人例外 如今圣灵光照我们感动我们 是我们呢 这是神的话语呢 这是传的道呢 能够怎么样呢 敏感 敏感啊 我不知道大概摸过死人吗 死人与活人的区别你知道吗 然后基本上谈一下 你的死人与活人的区别 死人与活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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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死人就是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冰冷的 冷死的啊 冰冷的 冷的跟冷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冷啊 就是大热天啊 我父亲过世 还有我奶奶过世啊 开始的时候活了 还有一口气的时候 手是不是软的 还有一口气没有 断气啊 你摸他的手是不是软的 但是他真正的啊 没有气了 大概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啊 我没测过啊 他手冰冷的跟那个 冰块样子啊 道理说大热天嘛 我奶奶也是在摸过世 我爷爷都是热天过世 那我妈爸爸也是 我摸到他手的时候 冷啊 好冷啊 就穿福音也是这样 一个活人 你给他穿福音 他会有热情福音 你给他讲道 他会有热情福音 你给他讲圣经 你看到我 这不是我讲的啊 好大家看到个 啊 陆家福音了 大家看到陆家福音了 陆家福音的 二十四章的 三十二节 啊 我请进入姊妹读一下 好不好 陆家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二节 不太方便 周老师 你姐妹 麻烦您读一下 Rhmm forming 四章的三十二节 好的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对 因为这些是火热 最佳是搓选的 然后生事火人 你知道他等多少圣经吗 这些人就是啥人啊 你说这些人 这些女的这是什么人啊 家庭主妇啊对吧 多个多少书啊 天晓得多多少书啊对不对 村里的几个妇女 她为什么心里是火热的 因为她渴望神的话语 有一些人她去听到 她是看上了张默石李默石 张家川川川川川川川 每个弟兄 她的神的话语不火热 她的人的话语是火热 她就一定还没有活过来 你们在外面宣教是这样的 她的神的话语是火热的时候 她证明她是火过来 是火人 这个我们基督以后 就层层实施的神的话语 圣灵感动她 她就对神的话语火热 那圣灵没有感动这个人呢 她可能被别的火热 那教会里的那漂亮的妹子 很热心 或者说对教会里的有名的传道人口来 那唐崇仑啊 李默石啊 张默石啊 陈默石啊 他们是世界影响记啊 全国各地啊 有影响力的默石啊 他啊 更说他啊 可能是世界里是真的啊 他的这个人很火热 这不对 这不对 当然他个人 我们也只能尊敬啊 不只说要贬低啊 没这个意思啊 他是很火热的 虽然他个人的真理也不知道多少啊 你真要问他几个问题 怎么的 你可能把他问倒了 但是这件生命有多少改变了 有可能生命是改变 他是火热的 心事火热的 活人 那么呢 有一些人 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也许已经安利末世了 也许他教会聚会十年了 但是你要他神的话语很冰冷的 跟那个死人一样的冰冷 没兴趣吧 你告诉我 圣经我不要读 你告诉我就行 我喜欢读的是 比如说爱德华之 什么作品啊 什么宾科 什么书啊 同学说你怎么细利讲大 我很喜欢 或者说赵宗辉默事的某些作品 我发现我觉得很不错啊 我比较推称的是 某某某某 他就在圣经在上面 那会火 还是死 你能够感受到这个温度啊 是冰冷的 你跟他谈神的话语 看别的地方 我就遇到这种传到你 教你神的话语 说弟兄 我们现在遇到逼迫 我们看一下神的话语 我给他推荐四平二十五平音的 没兴趣 你看到五月花号 还是兴趣 看到美国的五月花号 还有什么普雷茅斯的历史 都很兴趣 我就很难把他当成一宣之一 也许他将来会 此事此人 还是一个死人 这个人救不了 我们只能一个成诚实实的传道 为他获契地祷告 为我们姐妹的丈夫 弟兄的妻子 为他们祷告 也许神有一天让他们火关 也会可止 我跟奥古斯金的妈妈 为奥古斯金打败了二十几年 大概三四年了 三四年才姓祖 三四二十岁的时候 奥古斯金才说喜 你想想看 那几十年今天都是很冷漠的 瞧不起他妈妈现在这个增加 我给大家讲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个是现有方面的难点 就是有效的呼召 罗马说再看提摩太后数 一张九到十几 提摩太后数 一张九到十几 一张九到十几 我请丘地兄读一下好吗 提摩太后数 一张九到十几 提摩太后数 一张九到十几 丘地兄麻烦您好吗 丘地兄方便吗 不在 丘地兄姊妹 麻烦您 提摩太后数 一张九到十几 那好的 神救了我们 以圣灶召我们 本不是使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借着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 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现出来了 祂已经把死废弃 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 阿们 这个特别强调是 纯属神的恩典 说无条件的揭许 就是我们身上 没有一点神看上的东西 这个意思 就无条件 这个意思 我们身上没有任何 好行为 好言语 好品格 好材质 好出身 地位等等 或者人的因素 神值得神拣选我们 不是神 看上了 张弟兄 英语很好 所以我拣选他 或者李弟兄 他到处 行了很多慈善工作 捐了很多钱 所以神要拣选他 张姐妹是电影明星 演过多少片子 神要拣选他 对我们的行为 没有关系 完全是照着神自己的恩典 和自己的旨意拣选 这叫无条件拣选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你一定能查考圣经吧 纯属神自己的 绝对的 百分之百的主权 我们身上没有条件 没有指导神看上的东西 所以我们蒙恩 是百分之百的恩的 有这个意思 不是加尔文 我们改革着另外要搞一套 这样的把戏 好像显得我们对别人更了不起 我们都归正了 你们都要向我家分钱钱财 你们到我们教会来聚会 你们不来我们教会聚会 是下地狱 我没这么说 对不对 我没这么夸张的说 奥古斯丁等等的 招呼啊 包括使徒宝卧啊 以后他们的 都是这么理解 正统的信仰都是这样的 直到三十四世纪的时候 才有柏拉丘 到了中世纪后期 增加改革的时候 出了阿里念 然后增加英国 才有威斯利 那样的 突然才有这些事情 正统的信仰呢 都是这么认为的 你知道吗 不是我们额外给 只不过是为什么 增加改革以后 我给大家讲过历史 有两条路 增加改革出了 那个大规模的黑死病 一条路来 就是增加改革回归圣经 觉得信神可靠 欧洲死掉了两千多万人 在黑死病过程当中 教会都腐败 还有很多主教 也被文艺给溢死了 那有一些人叫信神 有什么用呢 不如不信 回到古希腊 享受生活还好一点 这叫人文主义 还有一个是宗教改革 欧洲的北部 是宗教改革 欧洲的南方 是什么呢 就是文艺复兴 那这有一些人 就增加了阿明印 就是增加的路线 人本的宗教 威斯利 为什么这么大复兴呢 他就是人本的宗教 人比较 包括现在的题目 太开乐 他为什么那么荒野 他因为一部分鸡汤 我们不喜欢 各位同学 各位弟兄姐妹 我如果给我心灵鸡汤给你喝 你不会喜欢 或者说我给一把青菜 纯粹的青菜给你吃 你不会喜欢 比较好吃的是鸡汤 也不是加点橙花 加点什么香菜 这是你就别喜欢 像提姆太凯乐 还有那个卫士 他们是基督教的道理 然后基督教的橙花 香菜 加上人文主义的汤 顺其和 增交界 太受荒野 社会就是影响力很大 我们 这看后面 在蜀林与得救的事上 上帝光照他们的意念 光照 大家注意 神的话语 光照是他们明白 管虎 上帝的事 这光照也是圣灵的光照 我们上回读过了的 我们看一下 《使徒行传》26章148节 我们看圣经 圣经是怎么说的 《使徒行传》26章148节 我请你姐妹读一下 26章148节 好的 我拆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泉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 得蒙赦罪 和一介成圣的人 同德基业 我们得救 是神 拆遣仆人 神有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个看得见的工作 看得见的工作 就是拆遣仆人 那时候背背的拆遣 当然是顺服神的人 拆遣像保罗这样的仆人 有一些不太出名的 小保罗 来到我们 跟我们传福 我们传福的是圣灵的工作 叫我们开我们的心眼 还有我们的心眼 什么叫开心眼呢 打个比方来说 我以前 我像保罗自己一样的 保罗自己 以前是百分之百的 反对基督教 认为基督教是一短 跟其他犹太人没什么区别 那么有一天 在路上遇见耶稣基督 然后他眼睛瞎了 又叫了哈拉尼亚 给他医治的 哈拉尼亚是个很普通的基督徒 不是教会的长老 不是执事 就是一个普通 这个很奇怪 保罗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学士 是加玛丽门下的高材生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北京大学 某教授的博士生样的 然后呢 主因书就拆了一个是哈拉尼亚 在北京路过的一个小弟兄 哈拉尼亚 跟他按手广告 然后他眼睛就开了 眼睛就开了 明白什么情况 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一样的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戏剧化一点的 有个姐妹跟我说 跟我们说 他老公或他妈妈 原来他是生了第三 怀了第三胎 死活要怎么样呢 把他剁掉 他已经两个孩子 我们家已经很累了 这孩子你生出来 那都拿去从里头去 讲得很狠啊 老公讲得很狠 婆婆讲得很狠 像一个死 这个基督徒姐妹的死 就把孩子生下了 不都胎 东跑西串的 娘家 地园姐妹的家 这么多 有一点把他生下来了 生下来了的时候呢 这个婆婆呢 就很火 家里面负担已经很重了 你还生孩子 可是他抱着孙子的时候呢 嘿嘿嘿嘿嘿 我的心脑 我的肝 我的生命的四分子 他都舍得 要他放下来 都舍不得放下来 为什么 他看到那个孙子 很可爱 飞嘟嘟的脸 可爱的小嘴巴 老公呢 嘿嘿嘿 嘿嘿嘿 什么的 前后两个样子 没生下来的时候 还没对妈老婆 怎么样的 你把他小朋友给粘出来 搞得他东跑西串的 他就生下孩子了 怎么样的 他眼睛开了 看到这个孩子多么可爱 他就心疼了 对吧 是啊 我们信福音也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教我这种人 也骂耶稣基督 川福音就是神棍 基督教是人民的鸦片 可是我来到教会 看的时候 就会有爱心 很感动 人生就很少有这种人 对不对 有的圣经都不一样 然后的话 对这人 这人是打交叉 人家在这边的讲道 就很扎心 对吧 信耶稣真的是很好 为什么 以前是骂耶稣基督的 骂教会的人是神棍 骂精神鸦片的人 我们就无神了 对吧 后来看到耶稣基督 看到教会的情形 读到神的话语 里面就被感动了 就像我刚才看 迫害媳妇的婆婆样子 看到这个生子 回顾的生命 真的很可爱 很可爱 那眼睛就开了 我们都是这样的 神让我们眼睛开了 看到了神话语的奇妙 看到了信仰的宝负 这叫有效的奔造 这是无条件的拣选 就这个意思 你不要离开神的话语 讲这些神学理论 我们再看一下 个人的前书 二掌十大于十二节 个人的前书 二掌十大十二节 我们再请丘帝先读一下 个人的前书 二掌十大十二节 不在是吧 我请李姊妹读一下 就你们几个了 那李姊妹 好的 哥林多前书 二掌十到十二节 弟兄们 不对我读错了 二掌十到十二节 只有神借着圣灵 向我们写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 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阿们 这个人就是指人读圣经 为什么有些人读得明白 有些人读不明白 圣经有一些地方 不是 我不是说 所有的东西你都明白 彼得后书三章 圣经人有一些难解的经文 没有学问的人 你不要去强解 免得自取承认 但是圣经里头 有很多东西 都是同所欲懂的 绝大部分东西都同所欲懂的 上帝的救恩计划 上帝对罪恶的恨恶 对美善的推陈 对这种人是如何的 政治的生活 我们在基督里 如何过金钱的生活 这些关于救恩的 前前后后的东西 都是同所欲懂的 所以是说 天地的主啊 你的心意像银海是敞开的 像呢 同达人 聪明同达人是掩盖的 因为你的本意是如此 而有劳股当震荡的人 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是秦神的 我 我 笑了一些 我后面就不背了 人 就也是这样 他不是 要 多大的一些 比 主耶稣 拣选的门徒 有几个有学问的 除了保罗以外 都是渔夫 还什么 渔夫啊 税吏啊 杀手啊 富人党的西蒙啊 就这么一些人 甚至可以说啊 主后 一十世纪到一百年 教会里头的知识分子 都不多 所以哥林多企业说 照着我们的本事 我们的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珍贵的都不多 那他们怎么听得懂 什么预定论啊 听得懂什么救恩论啊 什么基督论啊 他怎么听得懂了 他怎么听懂 而且他们在面对 大逼迫的时候 很多人甘心为基督去死 如果他不懂基督论的话 他怎么办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他里面有神的灵 就让他来明白 没有神的灵 他会找一些人的哲学 人的神医学来唐赛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真真实实的 见到一个老姊妹 那老姊妹呢 没自读过汉语片语 她是文盲 她是河北 河北邯郸人 然后他老汉 河北人叫老公叫老汉 是个军人 他就跟着去当兵 部队里头就随军家属 不知道谁给他传了福音 他很火热 他就是在五十年代 他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 五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毛主席搞那个什么 夜校 他就学了个汉语片语 然后接着汉语片语 他把圣经给做完了 那他怎么读完的 哪个读完的 然后他见人呢 就给人家传福音 然后呢 给人家圣圣经 一个满目慈祥的老太太 他家11个孩子 11个人都本来 带到教会里头来的 但我的同学呢 是在教会里头转到人 南州的 他老汉语 原来南州军区的退休干部 一个军人 你说他这个文盲 他怎么能读到圣经呢 他怎么那么火热呢 而且读完圣经 怎么千多页 我在高中里头 教书的时候 我那些高中生 谁读完一个班上的同学 当时是27个学生 27还是28个学生 只有一个学生读完了 一遍圣经 但是他的成绩很差 他考高中一流费力 所以今天就在学校里头去了 他妈妈说 最重要是先读好圣经 所以他学校的圣经 虽然都没有读过一遍 就是教会的孩子 我妈妈他读完 他圣经读完了 我妈他读了几遍 我没问他老人家 我没问他 妈莫词想真的是 你看不出他是个文貌 文貌出身的 是进了苦头的 你知道河北 大家进来河北 那个寒冷富庸吗 何况他是龙村里头 你看不出他这没有什么 我真的是彬彬有礼 我都看不出 我都为他真的感谢上帝 是你的工作 不是吹牛的 我问你在生活当中 应该也有这些见证 以夫所说一章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再查就要查到一次经历 我就信耶稣世界很美好的事情 就看到人世界很多美好的风景 人性 以夫所说一章十七到十八节 我请 天子 两年的天子姐妹 麻烦您读一下 以夫所说一章十七到十八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赤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赵 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我们能明白真理 真的不是我们自己 以前受过逻辑 但逻辑学训练很好 我是逻辑学老师 逻辑学训练 不是说过我们说的文法 修持训练 我也有写过修持学的书 这个真的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什么 主耶稣基督 和神荣耀的父 把那赤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 叫我们真知道他 真知道他 与他有真正的生命的关系 打个比方来说 我还是说 你认识李克强 你知道李克强是我们国家的总理 对不对 你知道 但是你不是真知道 什么叫真知道呢 是你的原 西伯来语的原话 就业里的原话 不是新约 就是夫妻同房的那种认识 打个比方来说 你知道李克强是我们国家的总理 他是主机的 是安徽人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 很了不起 从小懂得古文 有深厚的文化底脸 他爸爸是某县的县委书记等等 你可能知道他一抢二组 但是你还不是真知道他 什么是真知道他 你哪一天到了北京 打个电话过去 李总理 我想跟你吃个饭 来到北京 我给你带的礼物 跟你聊一下 他愿意接待你 然后给你有深入的交流 问问你家乡的情况 这叫你真知道他 因为你跟他有生命的关系 你以前的那个知道 你只不过是读书 看网络上的文章 看电视报道 国家公开的领导人的简历 你这个知道 不是真知道 因为你跟他没有生命的关系 你只了解他一些资讯而已 同样的 你不用说耶稣 你是宗教学者 你可以懂很多的改革中 路德宗 还有什么阿里涅 什么加尔文 你会懂很多套 那个国宝城市宗教公罪的国宝 还懂得很多这些 你说你是什么宗的 我说我是改革中的 你们是不是搞文化使命 是不是 你们怎么样的 跟美国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什么关系 他也懂这些东西 但是他跟神明师没有真知道这个关系 真知道这个关系 谁能做决定的 是圣灵的工作 让我们真知道 耶稣是神的耶稣 祂是我们生命的救助 大家比方来说 我从女性的角度 这里大部分听课的 所以秋帝心和我是男性 其他都是女性 女性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呢 喜欢一个人 我也喜欢爱 女性比较 你喜欢一个人 比如说 村里头 或者你同学当中 有人可能值得你喜欢 为什么呢 他彬彬有礼 他呢 笑貌堂堂 他呢 财大气粗 对朋友呢 一讲一期 将会 是有些名声很好 会赢得你的喜欢 是不是 但是你爱上一个人 就不愿意 爱上一个人 是什么意思 我愿意为他做饭 我愿意为他洗衣服 虽然洗衣服 也是个麻烦的事 我愿意 我愿意和他一起养育儿女 把他培养成为上帝 敬请的后裔 我愿意与他人生风雨同走 我愿意与他同肠共起 我愿意陪他走到生命 最后一刻白头洗脑 人家爱 因为这个男人 你真知道他 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是什么样的人 我愿意与他 生生死死在一起 这叫做爱情 前面那只能喜欢 可能你 因为他 你 要办什么事情 托他的关系 对不对 或者说 你在同学聚会过当中 在老乡聚会当中 他的表现很不错 你很欣赏他 这只是欣赏而已 不是你真知道他 真知道一点是生命的关系 我们跟上帝之间也是这样 我们爱这位神 因为我们知道 他是公义的 良善的 是慈爱的 是什么样的 是圣洁的 是靠得住的 他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 他的儿子 拆起他儿子 为我钉死之下 神的爱就再次邪灭 我里面能感受到 这是生命的爱 虽然我是个很平凡的人 但是生命的权 在我心里头涌流 我能够知道 这完全是神的工作 完全是神的工作 这是神 爱的关系 爱的恩约 一种恩典之约 在我们心里头总向 没有世界上任何力量 能够成除了神自己以外 即便在患难中 也是慌慌细细的 患难生忍耐忍耐忐 盼望而不至于羞耻 那有这些 不如说 那受了喜欢就不是一样 那个朋友跟我办事 当然我很请他吃饭 或者说送礼物给他 对不对 帮我办了什么事 或者是替我做了 介绍了一个订单 我给他15%的提成 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他有一天怎么样呢 有可能得罪我 讲一些难听的话 那这关系的这些什么 就没有了 是吧 就人籍会都是这样子的 那夫妻不一样了 夫妻也会吵架 对不对 也会有些争论 但是我还是爱他 因为我们有生命的关系 生命的关系和社会关系就不一样 夫妻吵架 长头吵架 床为何 因为有恩爱 恩啊 因恩而爱 就是你不只得我对你好 我也对你这么好 有恩嘛 神人关系是一种恩爱关系 世界上你常常用教会跟上帝 福气关系来比喻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上帝与耶和华神与耶稣的关系 为什么 叫恩爱 恩爱福气 有恩才有爱 不是说你有什么条件 配我什么条件 你是我们是门当户对 那就不是爱情 那是交易 那是交易 交易是什么意思 虽然也是很契约 交易不仅是坏事 比如说 你了 你下单 下到我们工厂 给我五十万 我来提供五十万的衣服给你 对我来说我很开心 对不对 但是我不亏欠你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衣服卖给了你 你给了五十万 并当忙 是吧 我们互不亏欠 但我也对你人挺好 你也对我很好 我们是生意伙伴 对不对 挺好的 这交易有什么不好来 对不对 这当中我们直接没有生命的关系 福气你不能用交易 我们神人之人也不是交易 是恩爱的关系 你脾气很臭 砸了一个盘子 那还是我老婆 也许我做丈夫的 有一些很肮脏的行为 这什么呢 别人朋友不知道 我夫妻是什么 那你也能够保隆 为什么 恩爱 在上载人面前 也是说是我们的过犯都被基督的宝血 神爱我们 这真的是恩爱 但是我们是交费了 不是过来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后面就以细结束 请你们讲一下 特别的讲一下 我们的救恩 我们真的没有半领功能 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也不是靠着我们的先提性的知识水平 也是圣灵的工作 也是神的恩礼 就讲到这里 如果电影里面都听进去了 愿神祝福 各位 如果暂时还不明白 愿神开您的眼睛 我的能力有限 只能只有这种口才 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祝福大家 不知道电影里面 是否都能领受 或者是都明白了 还是什么 遗忘没有 讲得比较细 很有争议的话题 没有的话 神祖宝说 张老师我想 关于诗篇 我想为大家做点见证 那个以前吧 你就是说那个诗篇啊 这篇诗篇就是主要是什么意思 我爸就看完了以后 找的找一些资料 我也把进不去 也不也不 就是那个意思吧 就是就是进不去 后来吧 我心想那什么 那我就 那我就 一句就唱 我就是因为会点苦嘛 就是一句就唱 唱完了以后吧 等等你会唱的时候 那意思全出来了 啊 就是你就不用去费那么多劲 去 去找些 那什么资料 完了以后 去明白 完了以后 去理解 你就把那个一句话 一句一句话唱明白了 完了以后 你就都明白了 那个你在表面上看吧 就是一会儿他一会儿你 完了以后吧 就闹不清楚 这个他和你哈 是子神还是子人说的 等你把这首诗唱下来以后啊 他和你自然就分清楚 非常好啊 非常好 完了说有吧 就是圣经上 圣经诗篇上也是说 说我们在床上思念神 思念他的话 完了以后我心想 那我睡不着 就思念神的话吧 越思念越睡不着 越思念越睡不着 哎呀我说这圣经上的话 我说在这那越越 这样的话 我说谁半夜能够 那时候睡不着思念神的话 后来把那个诗篇唱熟了以后啊 睡不着觉就唱诗篇 就睡着觉了 就是那什么思念神的话 就很容易 对 他诗篇原来是唱的啊 后来他取 那谱子不是怎么搞丢了啊 都是唱的 以前吧我不喜欢就是改革中 就是这个 这种那个 这个旋律 这种诗篇的旋律 那什么 但是我吧 真把神的 把这诗篇唱熟了以后吧 这个旋律好像特别的优美 旋律好像呢 那什么 好像 就是不重要了 就是神的话重要了 所以吧 我就说吧 就是真正 下公布吧 就是 在诗篇上去 唱 学两篇诗篇 对你那个 对圣经的认识呢 有特别大的提高 愿神祝福这个 平台上的弟兄姊妹 去实践一下 林安之后 我们这个解释短告呗 时间到了 塞的父神 你洞察一切 知道一切的心思念 为我们今天晚上 说领受的 向你现场感谢和赞美 父啊 你的恩典 多而又多 为我们能够 能够走到你面前 为我们能够认识你 是你何等大的恩典 父啊 愿我们能够 对你的话火热 为我们能够 祈求你引领我们 行公 一号联名 与神同行 是我们能够活在你 活在圣灵的自由里面 是我们能够 因着认识你 更多的 认识自己 认识罪 走不断的 向你认证毁败 是我们能够 活在你的爱中 活在你的同在中 把你的仆人 小小老师 交在你的手中 把这个家 交在你的手中 父啊 祈求你 引领这个家 活在你的恩典中 为他们走生命的路 能够更多的 见证你 荣耀你 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会加入RPC 体系 改个等长老会 我们家会加入这个体系 当时什么时候 正式入会 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聚会了 几个礼拜了 这个教会就在你们家 福建 是吧 在你们家福建 他们的宣家很火热 感谢主 感谢主 为了这个聚会的事情 团契的事情 搞得很交心 因为几个人聚会 或者几家聚会 整个偷偷摸摸 或者说亏欠什么的感受 那就是说 跟电影准备 共同新王福音呗 跟大家讲一下 你一声一声 感谢主 这是挺不容易的事 感谢主 谢谢 게요 感谢观看